嗯 好了,就先在這裡聊吧 關於你之前問及的計劃 其實我也揣摩了很久 你知道,制定計劃之前 最重要的是什麼嗎? 是什麼呢? 認清時局 演獸令的頒布 明顯是有人利用人偶將軍 一心指揮永恆的特點 所做出的誘導 嗯 這點的確是最好的作證 而回想一下 眼獸令的頒布與執行 從來都是由天領奉行 左右其中 並且助推著法令的進展 好像林華也說過 每次城上反對眼獸令的文書的時候 天領奉行和刊定奉行 都會馬上否決 沒有商量的餘地 嗯 其實早就已經很明顯了 除射奉行外的兩奉行 都與愚人眾有所勾結 哼 利欲熏心的愚蠢人類們 於是 現狀便是 愚人眾那邊的攪局者依舊存在 籠落了兩奉行 又在暗中推廣邪眼 只可惜如今 在兩奉行與雷電將軍的庇護下 還揪不出那個攪局人的尾巴 那要怎麼辦 把切入點放在盜欺人身上 總歸要好下手一點 我準備 策反天領奉行 策反天領奉行 你在說什麼呀 天領奉行不是已經在造反了嗎 我指的不是天領奉行 背叛幕府的事 而是 讓某個人背叛如今的天領奉行 利用他的話 想必一定可以把你 再次帶到雷電將軍的面前 請 正統領著幕府軍的人 每個月的這個時間都會來神社祭拜 也是我們今天的客人 他好像已經在你身後了 不要動 通機犯居然敢大搖大擺地出現在神社 別想動什麼歪心思 老實跟我一起去奉行所 抓住他 是 呃 秋天 沙羅 呦 你先讓那些手下退下吧 有些事 我們可以好好談談 你們先去吧 遵命 。 那麼 趕萬八重公司大人 在神社藏匿通緝犯一事 是否也是對將軍不敬呢 还是老样子啊,九条沙罗大人 论对将军的忠心,没人能及得上你 身为臣下,自当忠于将军 身为武人,将军的境界亦是我一生所求 即便雷殿将军,迟早要把你的神之眼也夺走 眼收令是将军的决断,我绝无怨言 唉,只可惜,一片赤城终被时局所负 该说你是糊涂,还是唯一清醒的人呢 请您直说,公司大人,您此话是何意 眼收令,不过是受了愚人众的误导 让稻妻国民自费双手的愚政罢了 而蒙蔽盛听的,正是你自家的主子 天岭凤行,九条家的人 你是说,九条家叛变了幕府 正是,你理解得不错 八成公司大人,您的指控不仅危险,而且可笑 三凤行自古侍奉将军,绝无二行 我被九条家收养以来,耳濡目染 天岭凤行上上下下都对将军忠心耿耿 尤其是家主孝刑大人 他对无想的一刀的崇拜,胜于所有人 我对将军的尊崇之情不及他万分之一 试问,家主又怎么可能做出与将军不利之事 三天后 等三天后你再来这里 我会把证据给你 作为公司,我很清楚一件事 人们总是喜欢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事 所以有些事,可能只是你不愿看到而已 那就只好由我来当这个坏人 把他抽丝剥茧,好好呈现给你了 三天对吧,我会来 但如果我没看到证据 那还请公司大人对妄测九条家仪式道歉 还有,他我也会一并带回去 好了,那就三天后恭候您的光临了 客人 吓死我了 想不到九条沙罗会到这里来 话说神子,你刚才所说的 天灵凤行判变的证据已经有眉目了吗 怎么总是在问这样的问题 当然没有了 我是看刚才说服不了沙罗 才临时想到这么讲的 不出所料呢 扭转神明的意志这件事 本身就是一场大的赌局啊 有谁可以面对神明还有时辰的把握呢 那我们该怎么办 时间只剩下三天了 想拿到证据的话 我们还需要一个帮手 现在 随我去把那位专业人士给叫醒吧 我会跟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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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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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行镜与点栏目 啊 Toma!Toma 你在吗? 是我们!我们回来了哦! 你们怎么来了? 啊,见到反抗军了吗?现在战场情况如何?我能从这儿出去了吗? 大概还不行,我们来的时候还看到附近有人在巡逻呢! 啊,看来还没结束啊。 这么说来,你们出现在这里,应该是有事要找我们商量吧。 啊,我去找人叫小姐过来,稍等一下。 原来如此,你们也经历了许多事情呢。 啊,情况我已经了解了,总之是要找到天灵凤行叛变的证据。 让我想想,这么说来,确实有一点让我很在意。 牧府军反抗军交战已久,但将军却从未过问此事。 我曾以为,将军对此事并不在意。 但现在来看,或许是天灵凤行给将军的上奏公文,从一开始就有问题。 凌华的意思是…… 天灵凤行执掌国内军事事务,如果他们有瞒报的想法,我们也无从得知。 其结果,是将军错估掩兽令的危害,继续一意孤行。 如果能拿到天灵凤行的上奏公文,一看便知。 可我记得,有权利触碰上奏公文的只有九条孝行一个人。 而且,那里有重兵把守。 就算有早又帮忙,想悄悄拿走公文,也是一件难事。 如果有什么东西,能够暂时引开那些守卫就好了。 嗯…… 啊,萧公的烟花! 果然是托马会提出来的建议呢,倒也不无道理。 天灵凤行旁边就是牵手白眼神像。 如果能在神像周围点燃烟花,天灵凤行不会不管。 到时,早又就可以顺利潜入天灵凤行,拿到公文和其他证据。 好,我感觉我离自由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啊…… 像这样坐在一起聊天,总感觉已经是好久之前的事情了。 对我来说已经很久了,我每天都在这里盼着你们。 以前,这里确实是我最喜欢的秘密场所。 但这次进来之后,我已经不知道多久没有迈出茶室一步了。 啊……可恶……好想去泡温泉啊…… 。 托马,好可怜…… 我们还是先解决眼下的问题吧。 废出眼兽灵之后,托马就自由了。 虽然是再度重逢,但没有多少需旧的时间呢。 等一切结束,我们再好好庆祝一番。 到时候,我们再一起玩火锅游戏好了。 你还惦记着那个啊! 天灵凤行附近的守卫很多,你们靠近的时候务必小心。 行,我们再在这里碰面吧。 那……我们就先去花锅板找小公吧! 哎 country。 好久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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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